少年飙车将三轮车撞飞13米 老人当场死亡 法院对父母发出家庭教育令 综合媒体5月9号报道 15岁的扬州少年吴某 吴正驾驶摩托车 在城区飙车时将一电动三轮撞出13米远 导致三轮车驾驶人陈某不治身亡 据报道 警方对吴某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 由于赔偿金无法谈拢 陈某家属诉至法庭 法院审理认定 吴某承担全部责任 死者赔偿金由监护人支付 法院向吴某的父母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责令其进到监护义务 什么是家庭教育指导令 吴某的父母如若不认真履行 法院做出的该项指令 会面临怎样后果 此案对于广大父母有何警示意义 5月9号 记者围绕上述问题 专访了两位法律专家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焦燕燕说 家庭指导令中的义务人 一般是失职的监护人 司法机关以司法文书方式 规定了义务人在特定的期限内 在家庭教育方面应该做什么 禁止做什么 以及应该怎么做 北京市地平县律师述所律师 胡永平提到 家庭教育指导令有效期一年 如果家长不遵从家庭教育指导令 法院可视情节 轻重予以训诫 罚款 居留等措施 据媒体报道 事故发生在2021年11月14号 晚9点多的杨州市保应县 当晚一辆蓝色电三轮停在斑马线上 被一辆游西向东行驶的摩托车 迎面撞个正着 事故发生后 交警赶到现场 发现电三轮的车头已被撞烂 两名男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警察 被撞的是64岁的陈某 肇事者是15岁的吴某 两人都在事故中受了伤 随后 吴某陈某被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经过治疗 吴某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被撞的陈某因伤势过重 不治身亡 民警勘察事故现场 发现电三轮被摩托车撞出13米远 结合摩托车的行驶轨迹 警方认为 事故发生时 吴某严重超速